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九十五集的感情問題一律建議談天歌 我是白兵 我是嬸嬸仔 我是呂宇洋 今天我們講講公認最討厭的女生頭十位的特徵 不是說最討厭的女生頭十個 還以為開名 方面來說我對胡定欣沒有什麼反感 甚至挺有好感 我覺得她演戲不錯 身形不錯 各樣 她好像住在太古城 因為我有朋友在太古城遇過她 就是在裡面坐升降機 而且不止一次 所以她應該住在太古城 她有說她有多有禮貌 正常女生 沒有這個樣子 不是 而且我覺得她這個樣子是戲劇效果 正常女生都可以有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就被人記錄出來 你沒什麼東西啊 純粹覺得她的樣子夠小 所以放上封面 但我相當不喜歡Janice Mann 為什麼呢 她的JM tone真的很臭細 原諒我這麼直 是 去搓聲嗎 搓聲 老人都要用英文說話 ABC tone 但她裝得好 她又不是真的 你不是真的然後去裝 然後就是為了染色 染蓋你那陣 她以前是MK女神來的 那陣露泥污血味 她跟Angela Baby是專門的時裝雜誌 永遠Marble 賣時裝衣服 MK女神 她曾經好朋友 有反面的樣子 咦 她連她都很朋友 我都不知道 她一開始就兩個人 永遠拍雜誌眼照 什麼都有她兩個人 後期純粹走各路的意思 而且我覺得她的樣子各樣做戲是不行 她做什麼戲 她都多的 多的 都是花瓶類的 黃戰義 發歌做徒弟 律師徒弟 那不需要說這些 你上次批評了我 要讓我走 就是這些 這些對白都要保持JM tone 我不知道是她的編劇特意寫給她 還是自己改了 自動的 可能那個詞彙就變成英文 是啊 我很討厭這些 我很討厭這些半中英 我普通 忠誠 因為沒有太多留意她的東西 但是有看電影見多了她做一些角色 又不覺得特別好或者特別差 我最有印象就是她近來 張萬玉不是去了那個時裝品牌的活動 然後Janice Mann也有出現 她就被人拍下了一條影片 然後就show她那個JM tone出來 show她那個JM tone 對我來說 太過造作 好造作 其實我很討厭造作的女生 而且是你看得出她的造作 她做得好的話 你看不出的 或者我已經迷了下去了 我不覺得了 比如說 Blackpink 其實都很造作 其實最不造作的就是Jsu 因為她沒有特別 就是她沒有很特別扮Cue或者各樣 但是其實旁邊的Janice Lisa 和Rose都是那些 其實都很難支持 他們有一個叫鏡頭感 因為有鏡頭拍著她們就很表演玉康 然後又很假裝Cue 就是這些我其實都受不了了 純粹她們是唱歌和跳舞都很印象 太過紅了 周圍都看到了 所以先說她們那些片我不太看 我最初都會看的 就是Blackpink他們自己有什麼 不知道Blackpink Diary 還是什麼 就是那些粉絲日追夜追 那些節目不斷播著她的每日日常的東西 對 就是很專心拍她們日常去煮東西吃 去Shopping Netflix也有去劇錄片 Documentary 就是她們自己拍的那些 就是大家在煎一塊放包 特地說英文 吃過四個人 Jsu說得比較少 她比較不流利 英文 之後我也覺得很難撐 你知道那個放包為什麼要這樣呢 證明有看 吸引到你按進去去玩 因為我很喜歡Blackpink 因為她真的很厲害 唱歌和跳舞 但是一看這些 其實我也看了幾貴 我對她們的愛是在這裡消減了 可能她們拍的時候 我腦袋都是在想這些 為什麼要拍這些東西 就是她一幾多小朋友 她這些一幾多小朋友 很可愛 對呀 對呀 我就是吵你了 她都是跟你一樣的 對呀 為什麼要我扮Kill 裝什麼 坐 對呀 為什麼你這群狗公 你也知道韓文可以很粗魯的可以去到 所以其實我都很不認識的女生 有些特質就是討厭的 改完我自己的農場文 這個農場文是由台灣YouTuber搜集男網友的意見 得出10個最討厭的特質 由第10名開始 第10名太過拜金 不是拜登是拜金 很多人對於金錢有慾望 渴望到有更好的生活 普遍男生認為太過拜金的女生都比較現實 Youtuber解釋自己賺錢都還好 但是如果是靠他人獲得金錢 或者是仰賴他人去過的生活 就的確是反感的 如果要對方送禮物 包包換包包那些 明示暗示要人請吃飯 那些好感到就會瞬間消磨 即是潛牌 不是說有幾個女生 夾粉租豪宅 沛沙灣 打算吊金龜 就落會所吊金龜 真的能吊到的 你不要說這個 大陸也有 大陸之前不是有那些 教別人怎樣做明媛 上課 大家在微信群組裡 一起分享名牌手袋 十多人分享一個 喊茶的塔 來去圓庫 即是那些 下午茶一套三層 喊一個 二十個一起拍照 自己分享在自己的微信圈上 你們有沒有吃過 這些港女塔 我有吃過 好像有吃過 在什麼情況下吃呢 港女塔 因為我沒有吃過 很多年前 在英國 好沒有吃的 正宗的 真正宗的 正宗的 或者叫high table tea 那些遊客去那裏做一些 暗糕的事情 不好意思 就是那些意思 就是你做完都有點自責 又 純粹體驗一下 你說好不好吃 其實我可以的那些食物 我無所謂 即是牛油的食物 上面再抹一層那些 糖漿 牛油忌廉那些 減肥的食物 我一定會開心 你又不肥那一刻好 不是肥的 減完 減了才是這麼瘦 那個人原本都很肥 以前很肥的 拜金女生大家應該都是反應的 或者是蠢 我覺得蠢 蠢是你的一個不OK的物質 你拜金到你不懂得掩蓋你的拜金 好像拜登那樣 蠢 就是蠢 他還沒調整到心態如何去欺騙那個男生 或者去令到那個男生覺得你是一個好女生 是 我演繹一下 或者 elaborate一下你的說法 就是 如果一些女生是聰明或者有料 她是憑自己實力去 叫做受人上色 然後獲得一些禮物金錢 是她本事 是啊 但是如果她是那些 傻傻傻 又笨 又不聰明 但是又很明買明買的 為什麼沒有的 為什麼你不買給我 為什麼 很想學求一些東西 就 不符合 不符合那個經濟邏輯 不值得獎勵你 都可以這麼說 我從來覺得杜如鋒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人 香港公主沒有錯 這個是 她之前接受訪問 杜如鋒 就是說 香港傳媒寫到她是頂級拜金類 香港那些 然後令到她 沒有拖拍 十幾年 我都有看那個 就是 說回我發覺 原來在她的第一身視角都很慘 慘的 第一她又不是花男人錢 她用不著花男人錢 她用不著花男人錢 她爸爸是誰 她是杜惠東 是 香港電影 娛樂圈 很猛的 杜如鋒 杜如鋒 杜如鋒那種 她那個圈子 就是 所有人都叫她 小侄女 是啊 她可以跟姓何 那些清道弟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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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 那些女生是差 讓你聞到一股脆 又或者這麼說 如果你跟我吃飯 那我什麼新鮮老婆皮 那你要拜金 然後你跟我吃飯 然後 預期可能我要請你吃東西 那我吃東西當然無所謂 但是你拜金不是拜到我那裡 奇怪 這個位置是 你沒有拜金你跟我吃的 對 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都是平民對平民 你沒有理由拜平民金 是啊 很奇怪 這些東西 所以到最後就是 那個女生昂咎 你拜金 我覺得是沒有 都沒有問題 你覺得那個男生 需要養完 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配合的那個技能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就是忌不如人 抵人笑咎 你這個說法 就令我覺得 男女朋友間 如果太過物質主義 就是女孩子 運用錯了在對象身上 大家都是平民男女拍拖 你如果太過物質主義要求男伴 就應該要選一些有錢的男伴 不是選一個平民的男伴 或者要求over了一個男生 可以提供的 那你拍拖 你有三個月半年 你稱一稱的兒子 可以承受的開支是多少 我想大家知道 你去旅行可以洗一兩瓶的 那你吃一頓飯 你頂上兩個人 可以洗一千的 那你這些 你拿捏到的 你無恢遇哪裏跟他說 去吃 賀っパカセ 每人五千 這樣 混蛋了 這兒子眼疼都很正常 吃完碗都不行 吃完賀っパカセ 然後又要吃日本和牛 那裡遊玩一м 那那裏เelf 你判掉這兒子 那兒子不是你那製美 你要求這些 那兒子又難受 你就知道 你吃完那兩餐 你也要飛 滅那一點 そうですね 除非你真的想保持一頓小孩吃完餐 歐麥加斯就分手 真的 只是保持一頓 對 更糟糕 可能他就是習慣了這樣 天天天這麼多小孩 每一條小孩請他吃兩餐 這樣他就過世了 所以我會覺得你與其花心機 但你追求小孩也很難浪費時間 是嗎 可能很多冰呢 很多冰奉獻 你又吃 我想請你吃和牛 新開的 我都聽過一個女生聊天 她不是一個拜金的女生 但她有分享過一些男生怎樣追求她 用物質來俘虜對方 物質的 銀彈蛇 救死她 再一個星期 可能是醫生 可能是富二代 然後送名牌手袋 真的送Hermes那些 不想是LV都不送 LV很便宜 垃圾 拿去扔 然後就 看看換不換到包包回來 然後就 換不到 哎呀 送包包都換不到包包 那包包包最後去了哪裡 她那個女生 就是因為不拜金 這個女生會 她會先說 因為她也有說 如果不收人的禮物好像很沒禮貌 所以她會回禮 然後她回禮到自己窮 為什麼不直接賣了她的米蘭站 就是有錢回禮 我不知道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吧 我不知道 總之回禮回到窮 可能你送個五皮的手袋 那我追劫她也回回個五千給你 那我回了幾次都沒有幾家東西 如果我多幾個這些男生送東西給我 就是這樣 唯有賣了那些手袋 哎呀 怎麼辦 但是她只是一個剛剛追求的男生 因為追求的男生 顯示好感的求偶階段 但是我一聽我也覺得 那些男生這樣追求女生 那些男生追求女生 你期望女生喜歡你什麼呢 你期望女生喜歡你的錢 你還可以的 我也覺得你這個方法還可以 但是我想有錢的人 都不期望女生喜歡自己有錢 反過來 對於那些人來說 我就是每次用這個方法 我總會追求 我不喜歡的 我就會追求她再追求 她們很簡單 這件事 一定追求得到的 用這個方法 就是總會追求得到的 對 總會追求得到的 但大數法則 但大數法則就不可以用這些方法 我又覺得很荒謹 可能算成本效益 去一個包包真的很難計算 你真的這麼有錢 你駕駛車 我當你有錢到有司機 那你送一個包包 跟那個女生 有司機 專人 駕駛車過來 去吃一頓飯 吃好一點 1-2千元個人 這樣也能夠追求得到 不用再加上包包嗎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不知道 不知道 我還沒去到這個程度 我也很想試一下 送個包包給人 然後 換個包包回來 然後什麼都換不到回來 那他送個袋袋給你 又換你的袋袋 哎呀 這樣又不是挺好意思 我先做個飛蟲先 幫個袋袋 我也想很頭好臉的見一下你 是啊 因為我有幻想 其實我都不會搜的 如果女生這樣對我 是啊 如果有些錯相識 我想我們三個在座 都沒試過收一些很名貴的禮物 由自己的朋友或者伴侶身上 如果收到真的會咬一咬 我會不收的 如果有幾個東西不收 男生有什麼東西是幾萬買一架車 如果你的女兒突然買一架車給你 那女兒當然無所謂 都應該 啊 為什麼買車給我 你知道我沒有車牌的 不 假設有 如果沒有車牌我送真的太太 你想想那女兒跟你說 你剛剛台慶抽獎了嗎 開車不用車牌的 請司機就可以了 這樣也可以 如果送車都ok 如果男女朋友都ok 送車是ok的 還有你一手二手 如果有幾雞東西 幾雞東西的禮物都 對我來說已經很難貴 那你送電話都差不多整皮了 那也是 沒試過 那就是 送電話 電話都整皮 那說一下也是 電腦都兩皮 一出一部新iPhone 隨時真的買一部iPhone iPad 送一部電腦都兩皮 所以就 女孩子拜金 我想女孩子自己都認同 拜金 拜金 拜到出面 或者 顏色相太噁心就不好 顏色相 我又未認識過那些女孩子很多髒口 是嗎 是嗎 除了家營 又擺在家營上桌 家營是比較多一點的 或者她會比較開懷一點去說 我想是看場合的 你髒口爛虧大家平背一班年輕人 那當然沒所謂 有什麼所謂 但你們認識多 你有沒有認識那些女孩子 真的有正常男人的髒口 可以這樣 我都沒有認識 我簡直不認識那個女孩子 可以這麼難口 是嗎 是啊 我也認識 講髒口講到我這樣 你也不是很厲害 日常性普遍地 如果日常普遍地有髒口在裏面 我自己認識的女孩子都相對少 我自己也不少 我們男鼻子不是經常很容易說一些 日常用語 但是我自己身邊認識很少女孩子 會什麼都加進去 我也是 他們可能真的有情緒的時候 真的撲她那街 很生氣啊 這樣就會多一點 一來一來都沒有東西啊 這樣 很多都是這樣 可能你認識得多 多人認識多 我發覺我接觸得多 我們的讀者 那些女士都是偏向是 沒有那麼難口 是嗎 不是 是很難口 性情中人比較多 但是也不多會去到是 激進難口 或者是日常普通無聊難口 我這些程度 我覺得是一個正常男人的粗口的密度 正常以下 就是少粗口 你不算很多 為什麼我做節目整天都被人說 很多粗口就怎麼聽 正常吧 當你正常吧 這樣 我想 先問問你們 你們有沒有一個很自動調節的 一看到長輩 就會沒有了粗口 自己不再說 並忍不住 漏了一些出來 我以為自己能控制到 因為我有些兒子 外甥女的那些 有時候是 漏出來 明顯是習慣了 是嗎 高人行不行呢 我大部分時間都行 自動喵走 自動喵走 有時候講一些話題 太興起的時候 因為興奮而漏了 不是生氣 所以漏了 通常都是漏的傻子 通常都漏了過去 不是很閣眼 就是開心的事情 不是生氣 不會的 如果是家人的話 你生氣一定不會說粗口 這個很重要 真的這些 真的無法鬥 還有一些就是 仆街很容易漏的 比如跌了一個電話 這些很容易中 我就是對著外甥之宜 就是會有這些 這些位置就是完全 就是隱藏不了這些位置 最多可能 我相對我很好 我對家人對親戚 對長輩 就是自動過濾 那個習慣保持得不錯 但一變回平輩大家 那些就自然了 過不完 流氓之餘 那個virus scan 好 第八 喂 就是太負面 沒有 你認識他那一刻 你已經知道他負面 對 你沒得遠的 這些你要選他 對 負面都要硬瘦 硬吃 只可以說是 還有可能他很正面 你又不喜歡Laddy 也對 而且 負面 他的負面是怎樣 即是他經常口說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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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是怨天游人 怨天游人 我自己也是 那怎樣 有嗎 高仁有嗎 更輕表示 多仇善感 以及怨天游人 你們的接受程度會有一些 但或者是有分別的人 林代玉那些 林代玉那些真的不好 很辛苦 太負面了就是 形容得很好 太負面了 我自己有個感覺 我自己都是一些很負面的人 我都是那些情緒不好的人 我真的會覺得一個人跟我自己太相似 我是不想跟他這麼接近的 我是有這個感覺 我經常都不同場合都會說 若我會認識另一個我自己的話 我是反應很簡單 可以 聊天可以 不要太熟悉 太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人 你不要控制住 有這一下 我不要受得住自己的情緒 如果你找另外一半的時候 以前我會覺得跟我自己很相似 但當你試過發現 其實不是的 原來你是需要一些跟你相反 或者跟你不同的人 可以溝通完之後中和 是的 可以撞一撞 讓你的人沒有那麼發 我挺理解到高人這番說 所以你喜歡一些比較苦的 我自己都遇過一些叫做 幾像自己的特質的人 是怎樣的呢 而是在相處裡面發覺 原來我自己也是這樣 自己也不覺得 我從相處去看 為什麼會這樣 他會這樣 令我有個思考 然後我一思考就發現 這個特質 是我也有我的身上 我又發現 不太覺的 講得這麼冷靜的 很明顯 很明顯是什麼呢 就是我有時跟江嫂相處 為什麼江嫂有時在聊天 怎麼嚇人真 他會說一些好像相反的意見 坦他討論 然後我就心想 為什麼 例如我講一些很簡單 男人都特別口臭 然後她說 又不是啊 然後我突然說 蛤 有錯嗎 我這句 為什麼這樣也不是呢 我也是想知道 後期說 然後我習慣得久就發覺 剛才我有這個特質 然後再想一想 糟糕 我自己才是有這個特質的那個人 那我就發現 不是說 不喜歡 不是說辛苦 但是會留意到 是會有些不習慣的 因為平時那個 跟朋友相處 就是我做那個角色 就專門說一些相反的東西出來 現在就被人說出來 啊 搞人搖 生氣了 那我做什麼角色好啊 大口之勢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我都不能夠一闊而論 我喜歡那個女生跟我相似 但是我又是白卡磁石 我對面那個通常都是白卡 我又不是白卡 我又想說 就是即使她的本質是負面底 不代表她的人是純粹得負面的 因為我是知道很多 就是她本身都是很負面底的人 但是因為她要應付自己這個狀態 但於是其實她好知道 怎樣在這些負面裡找到一點點正面 就可以嘻嘻嘻 那很黑色幽默的 是的 因為負面這個字就很general 程度上大家理解上都有機會不同 我想我們給一點點方向就是 以小見大 什麼都把小事放到很大 想到很灰 那又沒有 這個就是我理解的太負面 例如今天她叫做買東西吃 然後排隊是有十個人在前面 她說真的很黑仔 十個人排那麼久 然後去到乘車地鐵 等了五班 真的很黑仔 然後回來就說我是這麼黑仔的 周圍都沒有了 小魔女的Doremi那種 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美少女 我的負面不是的 因為我的負面就是f**k the world那種 吊上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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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人類對人類絕望的負面 我的負面是 對 沒錯 對人類絕望 對 拔冰呢 你自己那個理解負面 你會覺得女生哪一種負面是 你撐不住 撐不住呢 你剛剛提到那一種我也撐不住 寫衣銷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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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星期還有五天 現在才第一天上班 寫衣銷的那種有點煩 又想去吃東西 很餓 但又不想走 什麼都可以這樣 我不行 這些不行 明白 好 我們來下一點 第七名就是花心或者玩弄感情 不行 這樣不行 不行 男同女都不行 這些 不行 不行 我們正氣的 不行 這些綠毛味很重 尤其是一起之後都是這樣 花心玩弄感情 這兩個字本身就已經立心不良了 花心和玩弄感情 不好 第六 不懂避嫌 這個怎麼辦 這個氣不下 但他不懂避嫌 不懂避嫌 即是他本質是不知己不罪 我不知道這樣你不可以 不是啊 我也不知道這句真是假 不是啊 這個不懂避嫌 是他會給錯誤的訊息 令一些男生去喜歡他 或者就是他不知道某些行為 對男士來說已經很flirty 然後他做了 即是譬如 假設白兵你跳舞 他一向都是跟男生玩的 一向都是搭肩膀的 就不是說巧手拖手 只是搭肩膀的 是兼拼肩的 有一次在街上遇到 你跟他拍拖 他遇到男生的朋友 立刻說 喂很久沒見 當然是男男的搭肩膀 最近又怎樣 然後你就 應該都爆血管 你知道他們是好朋友 你也知道他們的朋友 可以做這些事情 但明明你在拍拖 就沒理由跟男生這樣 那這個算不算不懂避炎 很明顯也是 我這個就是很難不生氣 但你那一刻會爆血管呢 我不會的 我這類我會有個理性去分析 一定很friend 做這些事情 我會先去理解這個事情 會問 如果問的話 沒有啊 昨天去吃飯認識的 我認識的 屌你沒有 太火化了 昨天認識的 你今天這麼懶惰 這麼懶惰的 就是不懂避炎 這些就不行了 這個不是避不避炎 不簡單 這個腦有發炎 是個腦發炎 不是避炎 他就是覺得這件事沒有問題 他不懂避炎 就是他不知道這件事有嫌疑 然後做了 但是他真的不是喜歡那條兒子 他不是喜歡那條兒子 但是男女 friend不是男女的 那我可不可以跟女生打肩膀 可以啊 那男生不行 打friend 要看一下多熟 這個重點 你說昨天認識你今天當然奇怪 但是認識你比我更久 那有什麼好奇呢 不是很久的 這件事我很認同高人 我的見解都是 那個程度有多熟 那之前我有拍過一段拖 然後那女朋友說 跟朋友去喝酒 然後喝完酒之後 說在個男生的朋友家裡睡 然後說沒問題的 認識了很久的 然後第二天他醉了 第二天醒了 那昨天在哪裡睡 就在男生裡睡 我心想已經喝酒 然後喝到在男生的朋友家裡睡 然後說很friend 沒有問題的 他說認識了多久 一年 我立刻覺得一年都覺得很friend 什麼懶惰 這個是我自己的程度 會覺得有問題的 都爆血管的了 這些我都爆的了 高人你爆不爆呢 爆血管 看看那個是誰 都是看那個男生 就是他認識了一年的男生 是不是真的很friend 不過喝完酒 還要到家裡睡 真的不好 是不是一個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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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就真的不好 喝酒就是一班 但是睡 真的不好 沒有啦 沒有啦 還有在我的世界裡 你認識一年 就是可以有多friend 因為自己都活了二十幾三十年 一年就很短的一個友誼 那些都會爆啦 這些 爆啊 不懂避炎 可能這些都叫不懂避炎 他不知道原來那個男朋友會生我這些事的 是啊 那我今年才11歲 那我認識了一個男生一年 那不就很久了 那你是你追11歲 那你也很混蛋 11歲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你咬不咬血 我會咬血 好咬 這下沒得說 你們覺得不懂避炎 有沒有得叫做教育回去 變做避炎呢 看一下換位 問一下他 如果我也是這樣想我女生家睡 你好不好 挺好 挺好 我想很多情侶間都會用這個叫換位思考 那如果他說OK OK 沒有問題 立刻去 你不就讓你那些女生朋友去睡 那你就立刻 我不是這樣 我不是要這樣 就是我覺得這些人都睡 我不是要我多顆魚蛋 我是要你少了那顆魚蛋 是啊 去到這些時候其實都要分的了 其實都是 只會再吵下去 難搞難搞 這個可能關那個 是不是算不算三 價值觀 三觀 關玩 都算是 然後其中一種 好第五位 心機重 人前人後兩個樣子 私底下關人壞話 令到男生不免擔心有一天自己都會成為這種女生後送的主角 如果真的分手之後還可能散步不實謠言 面對這些這麼心機重的女生 男生不會想再發展一步 這些是討厭的 心機重就是綠茶表 會有是非的女生 其實在我的世界 就應該要 死 要遠離 因為你一貼近就會 很多時段 就是 在她演繹底下 會不相同 這樣東西是 身受其害 好像很相同 幻想到都不可以 這麼具體的 剛剛說到 是不是 很有共鳴 我又沒有什麼遇到 我也沒有什麼遇到 但我覺得講是非這件事 我覺得是一個 人知神情 挺開心的 看她講什麼事 本人都比較八卦 我很喜歡講是非 如果自己都是叫做 向外講是非那個就OK 如果被講是非就差一點 講是非我們又 都不是的 什麼是非都說 走開了 好 接著 第四懷 沒有禮貌 和 嘴巴很醜 很醜 很醜 有些女生 是不懂得看場合說話 無論是在家還是在街 說話都不理人感受 特別喜歡批評別人的缺點 或者把別人的 魚的事 慘的事 拿來開玩笑 缺乏同理心 令到很多男生都會遠離 私底下我覺得還好的 說賤話或地獄話 都很開心 對 兩個人說什麼 是很開心的 說些要下地獄那些都OK 這個也是一個宅偶條件來的 共同話題 有個共同話題 說這些 有陰脈感 有個包容度 可以說些大家都很噁心 不能外出的事情 但是能夠互相傾訴 大家一起笑 這些很好 這些 很重要 反而 如果不懂得看場合說 事相出了問題 重點是說不懂得看場合 這是最錯的 笨 第三名 造作 有些女生在同性面前 很懶惰 像男生頭一樣 灑脫 一對著男生就變得很溫柔 然後又很細膽又很脆弱 變得很需要受保護 Youtuber就說 大多數男生都喜歡保護女生 發現她是假裝出來的話 就覺得很懶惰心 平時做作的女生 說話最喜歡轉彎活角 給人的感覺就是很不真誠 是 沒錯 但是那些女生有些是會這樣的 而我發現這件事是什麼 男人是永遠不會知道 而永遠那些女生朋友 就看得一清二楚 平時跟他一切都不是這樣 你看到女生 因為男生就是永遠受著 溫柔的那一面 只是看得到那一面 我都不會看到他跟那些姐妹怎樣 男生就會 看不到真相全貌 都可以 其實我會幻想到的 就是那個女朋友 你幻想一下他跟他的朋友是怎樣 都會幻想到他 你幻想到他巴渣那樣 但是有些女生是真的沒有那個樣子 而且女生會很累 如果要這麼 他的性格要 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就是一字左右就會好些 所以你會 所以就看認識完一陣子 會不會老出馬腳 是的 我想在這些語氣 講話上面會明顯些 漏了些出來 好像粗口那些 沒錯 做作真的很不行 JM tone 你感覺到他私底下 一定不是這樣說話 其實很多藝人 其實都是粗口爛舌的 真實人物 但是在形象鏡頭面前 就變得 溫文意 禮貌 你就會覺得很假 先 好 第二點就是 有不良嗜好 沒有 吃煙 例如 但是我對吃煙 沒有什麼 小時候會很反感 是 大過了就沒有那麼反感 所以我沒有試過 喜歡一個吃女的煙 吃女的煙 都沒有什麼煙會吃女的 是的 我都沒有喜歡過一個吃煙的女生 因為你可以不知道 喜歡那一刻 可以的 是的 我都沒有試過喜歡一個女生 因為知道她吃煙 然後不喜歡 我都沒有試過 是的 就是這樣 所以李澤偶條件 其實沒有說放抽煙 在一個條件上面 沒有的 但是剛好全部都不吃煙 剛好 你們認識多不多女生是吃煙的 還是都是佔少數呢 我試過和吃煙的伴侶 亦都試過不吃煙 不吃煙的就一定會叫你解煙 是的 我認識的話 都有吃煙的女生 亦都有不吃煙的女生 都認識多 其實真的看圈子 某些圈子就會個個都吃 有些圈子就男女都不吃 如果拍拖初期 可能對方都會忍受到自己吃煙 但是可能日子久了 或者感情深厚了 出於關心 對方一定會叫戒煙 因為其實吃煙的人 自己都知道是不好的 但是被人叫戒煙 那一刻又覺得 不得心甘情願 不得心甘情願 不會的 第一名 是 公主病 大家都猜對了 沒錯 第一名就是公主病 最討厭的特質 很多男生都會打退堂鼓 遇到公主病的女生 女生可以偶爾撒嬌 撒一個賴 都是可愛得意的 但是當自己是公主 就屌你老母 你女地 多數男生都不喜歡做仆人 公主病的女生 就以為全世界的男生都要圍著自己轉 一不順意就鬧脾氣 很多男網友都供應是很難搞的 有需要人服侍 有高傲強勢 當人家是工具人 洗來洗去 空仔肉有強 目中無人 肚子厭到致極 就是這樣 這個你們有沒有遇過 公主病 沒有遇過 我叫做有遇過的 但是沒有一起到的 就是曖昧階段就結束了 沒有發展到 而在做叫做 曖昧的期間 這個關係裏面 你都見到她的公主病 就是真是嬌生慣樣 有沒有那些說 你還未來過來接我 沒有 沒有 還未去到這麼極端 還未的 又或者站在入商場門口 玻璃門是關的 站在門口不動 然後等你 等你幫 這些人說 開個門都自己不推一下 要等人推 打拖頭真的要打拖頭 那樣可以開架 如果進商場或者進家裡 進到電梯 他站在電梯位 按電梯位 但是不按電梯 翻走 進去那個位置 但是不按 然後你又看 你不按電梯 你按吧 語氣還要很差 你按吧 不是要我按一下 按髒的那些電梯 可以按一下嗎 那就是公主 是不是這樣公主病 公主病 可能 幫女朋友拿手袋來 可以嗎 沒有什麼 沒什麼所謂 這樣嗎 我不行的 一下子都不行 為什麼呢 如果他要綁鞋帶 這些時間 當然可以 但是說的是 長什麼 看我袋漂亮不漂亮 配不配我 那當然不配 粉紅色 粉紅色可能配 女裝袋 還是女裝手袋 我想這些應該會是 小朋友階段 二十多歲或以下的 多些出現 大家出來社會工作過 或者有一定的認知 其實女生自己不會 很特別把自己的手袋要 公主病 通常我認識的都是 什麼toe bag 所以有什麼所謂 就是這樣說 我不介意幫他拿 或者不介意幫他拿 但是不要在一個女裝的外面 就是我可以拿一個環保袋 帶著你的女裝手袋 我什麼都可以 就是這樣 我想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 老乱風的態度 他要你幫忙拿手袋 可以是 剛好他需要你幫忙 那男生應該大部分都ok的 另一種就是 他覺得你老乱風要幫他拿 你就會有一種不肯腳那種 我幫你拿不是問題 但是你為什麼覺得我要老乎呢 那你們有沒有遇過一些 是完全相反的 沒有 很強悍的 好自己弄得碰自己 不肯意想幫你拿 想直接揹著你出街 幫你拿 我試過有一次 我真的沒有 我認識這些女子 但是不是什麼 沒有發展 沒有發展 沒有的 沒有的 我試過有一次就是 買那些一箱的綠茶樽樓那些 很夠重的 一箱都十二二十四支 很夠重的 那是我拿的 那個女子就是拿水 因為水一支500ml 那些綠茶七百五 那些綠茶就七百五 那她的箱都不知道 只有十二支 大家都是拿著一箱東西 但是她的箱是輕一點的 但是拿出來發現那一支一支 一支 不是不是 我也是預算她拿輕的那個 然後就走到辦公室 她是一支箭地跑回去 她很快發現 我重到中間是要休息一下 是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太虧了 其實很重 她幫你拿起來 她兩箱上身 然後她看到我滯後 她當然知道我中間放下 就是進到電梯 你知道公廈那些電梯 一定要用手開 不是自動換 拉閘 然後那個電梯 有一些康奸位可以坐 不過進去就很重 當然是放在康奸位 那個女子就覺得 就是我很懶惰 是假的 是假的 放在康奸位上 是假的 然後到開電梯 那我就要開 那我當然是放 我當然不拿起那個綠茶箱 開了 開定了 才拿出去 合理呢 然後那個女子 把她的水 放在那張綠茶裡 然後她自己一勾拿完兩箱 她想告訴你 我兩箱拿 你開門 我吵 告訴你 為什麼開門要放下 你放下 那我就拿起來 我會拿起來 就是這樣 你也是不想拿 她那天想告訴我 我很懶惰 不是 她很懶惰 她說你很懶快 對 就是我說 讓我拿回來 不用 不要 不用了 你關門 你要兩隻手關 你關門 然後你快點去開辦公室的門 很懶重 快點 就是我說 這麼懶惰 我不開 不要開 快點 很懶惰 很懶惰 其實這些話是不是 那種兩小口鬥氣那種情緒 玩一下東西 就是這樣 好 說完了 龍祥文就到此為止 接著就到 鬼故 鬼故 我上網 我就開始不太找到好笑 那怎麼辦 我就說一些恐怖 你會不會自己嚇到 我看的時候也有點嚇到 但因為有些我看過 所以我就不怕免疫了 我看你現在是戴著耳機 你會不會被自己的聲音入咪嚇到 不會 又沒去到 我被自己 今天這個譚玉英 就是上星期二那一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 也有說 查理也有說 她的小朋友也有看到那些東西 之後英哥才瘋了 英哥的兒子 不知道他四五歲 迷家 他自家一間房間睡 就跟英哥和英哥太太分開了房間 但是他兒子 久不久半夜就會扭動 想一起睡覺 正常的英哥會過去和他抱著睡 英哥可能聽不到 不知道什麼 之後他兒子 會走到房門口 但是又不出聲 站在門口 站在門口 然後還要 像怨靈一樣 對呀 就遠 你聽到兒子可能起床 穿拖鞋 走到房門 而且他老婆已經嚇過幾次 肯定要關房門 因為頭部 然後你更加會聽到開房門的聲音 然後你就半眸半省 看一看房門開了 但是你又看不到人 當你彈到小屎的時候 你真的彈到你了 小屎 小屎 因為他知道媽媽醒了 應該完全沒有嚇到的感覺 但是英哥太太就嚇到混蛋 我一定爛屎 爛屎 爛屎我一定會嚇到混蛋 我真的不行 神經病 他有時候會不出聲 站在你床頭 哇 傻了 應該是傻了 這些難搞的 要打緊他 人睡醒那一刻三雲七拍 還沒齊 下一一刻就沒有人了 問問兒子 看什麼 我數一張床有多少人 罰了 都不用 但有人在床頭嚇到混蛋 那是你的兒子 嚇死了 我睡到家常了 這個可以想想 很害怕 那就正式來了 這個農場鬼鼓 是 大家應該聽過的 我覺得 那些經常聽鬼鼓的朋友應該聽過 話說有一年大學 登山這個學會 有一些行山活動 當中有了一對情侶 整班人準備下山的時候 天氣突然變差 但他們仍然 準備上山的時候變差 但他們仍然決定出發 然後就 留下了一對情侶 就留守在營地那裏 誰知過了三天 都沒有見到其他成員回來 那個女生就擔心 心想 因為天氣原因 可能擔誤時間 去到第七日 等到大家都發 啊不是 留守營地 只有那對情侶的女生留守營地 對 然後去到第七日回來了 只是他男朋友沒有回來 那大家就告訴他 他出發的第一天 他男朋友已經不幸 就是擦錯腳跌到山 死了 他們說在頭室回來 想陪他男朋友 就是陪他等他男朋友回來 是 然後去到差不多12點 他男朋友出現 全身都是血 一手抓住女朋友 那女朋友嚇到混蛋 男朋友變了鬼都嚇死了 然後極力掙扎 這時候男的就告訴他 在出發的第一天 就發生生難 全部人都死了 只有他一個人生還 噢你了 雙向鬼鼓 最後就是 你相信誰呢 噢你無管動 噢你了 這個就是 李哥傑曼那套 帶著幾個小朋友住房子 說那些小朋友有陽光症 不可以照光 都關上窗簾 然後那些小朋友會看到靈體 故事到最後 原來的結局就是 李哥傑曼和子女 是自己死了那個人 反而看到靈體那些 就是真實的人類 這套東西都出名的 差不多是20年前的 這個故事其實都真的出名 《世界強迷物語》都好像有拍過這個 還有布斯韋利士的The Sixth Sense就是這樣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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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說什麼呢 就經常說 人在做 天在看 有時在背後做這個 劍盤戰士 就不一定沒有人知道 最新聽回來的一個故事是怎樣呢 就是 我用第一人稱之為福瑞這個故事 就是說 我有個同學 一直都是屎坑口 那真的很臭 屎坑口 經常以蛙虎別人為樂 最喜歡對別人平頭品足 特別是對人的身材 那 其實有些身材是浪費在人身上 有關你什麼事 那 入了社會之後 這個中學同學做了新聞記者 這個新聞記者就很有使命感 傳遞真相 但是 就不包括在別人的窗口灑鹽 有時新聞又為了銷量 還是為了真相 立場都會不同的 這個中學同學就是聰明 好懂去發掘一些 令讀者有興趣的課題 所以升職都升得很快 但同時間 那個良心都收了一些 曾經很多年前 他們中學有一個師妹 遇到一些飛仔 不法少年 喪失了性命 死者身材肥胖 當時這個中學同學 用了很難聽的形容詞 寫在報章上 那段時間 這個中學同學 自己都覺得背部很重 而且經常覺得 有一個很大的黑影出現 有一次就乘電梯 他還聽到有女人 把聲音在嘆氣 但整個升降機都只有一個 之後又有一次跑新聞 遇到一個專門做民族領異的同行 那些師兄 這個師兄就有陰陽眼 就問他 喂你發生什麼事 你好像不太行 最近 就問他來龍去蜜 然後 問完之後就發現 原來當年那個死了的師妹 就生氣她 就是說她說那些難聽的話 所以一路跟著她 所以背部就覺得很重 還有搭臉就聽到一些喵聲嘆氣的聲音 最後這個中學同學就 拜神 還神 宵夜 道歉 終於告一段落 這個同行的師兄 再三提醒他 千萬不要在案發現場 那些人 兇殺案那些地方 把口這麼醜 因為死者一定有怨氣 對著先人 一定要有尊敬的心 還有 多數這些過身的人都是不幸的 但是 有時候的事情過得很快 痛完之後就會忘記了 話說前排有個屋邨 有一宗手推車運使的案 疑空當場就被捕了 他也是第一時間去到現場採訪的 很早就去到 所以還有機會見到屍體 他看到手推車 就跌了一隻腳出來 看得出死者的身形都是略伴的 他再次口不責言 在現場說 嘩 什麼大笨象都有男朋友 哪有人用手推車推駕鯨魚的 他都很 他都很勇氣 他知道這宗手推車運使 還要他是記者知道是屍體 他去到現場採訪 還要鯨魚和大笨象 還要這樣說 過了幾天 他的嘴巴開始無名腫痛 而腳就急性水腫 走路都痛到頂不住 入醫院就找病人 很明顯就是找不到 而最後兩隻腳就腫得好像大笨象 而每一晚做夢 他自己都會困在一間很黑的房間 裡面有個女人嘲笑他 以我所知 這個中學同學到現在都還沒解決這件事 大家幻想一下 先前手推車運使這件事到現在都幾個月了 都還沒解決 死者為大 希望說話的時候驚一下大哥 尊重自己尊重別人 是呀 也很新 很新 是啊 是啊 那我呢 就說一單沒那麼新的 這單比較舊一點 又是朋友的朋友說給我聽 這單是什麼 這單上星期說屋邨 這次繼續屋邨 這次這個呢 他就是由小住到大 住屋邨是最典型的那種 你想像如果屋邨撞鬼 住屋邨有鬼故 那種狀態是怎樣呢 他最典型那種 就是什麼呢 睡屋假床 床頭對著氣窗 睡屋假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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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看街外走廊 對 看街外走廊 基本上是 他小時候還會說 調轉個人來睡 但人大後就做不到這件事 他被迫要靈眉面 平時睡覺 一睜開眼睛就可以看到窗外面 但他當然不會看出去 他靈眉面 後面對著睡屋 背著窗口 背著窗口睡 他都說 他都遇過 感覺到有不少事情發生過 他說他這麼久都沒有試過看到什麼 形體那種 我很好奇 立刻問他 這樣你有沒有聽過什麼鎖鏈聲 等等 他就說鎖鏈聲 就沒有聽過 但是他說 周不時都聽到有人走過的聲音 半夜三間都有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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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就說 但是那些聲音 你一聽就知道 不是大人的腳步聲 來的 即是輕一點 小朋友 跳脫一點 小蚊子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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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能 可能真的有小蚊子跑過 半夜都不奇怪 但是他說最神奇是什麼 就是每次聽到這些聲音 只有腳步聲 就沒有其他聲音 你不會聽到有什麼呼吸聲 不會有小蚊子跑過 嘻哈 沒有 不出聲的 只有腳步 急步走過 但是你又會聽得出來 你會聽到的 如果有人是特意壓低聲音 或者叫做特意靜靜雞走 你會感覺到 但是他聽到不是的 是放膽跑的 但是只有他的聲音 這個也不是那個重點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關於對面的單位 隔壁的事 因為他說有氣槍 對面其實也有氣槍 看過對面 看過對面 對面的那個 叫做神桌 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為什麼他永遠都是背著氣槍睡 因為其實他如果看著氣槍 即使不是看著走檔 都會看著對面的神桌 那些紅色燈 也不是很舒服 事源 他有一次是真的 很不舒服的一個經歷 其實他每天都會出門口 有時候他走過走廊 因為公屋是不關門的 他經過的時候 都會故意看著 看著進去 裡面的神桌是怎樣的 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他說 有一次也是在睡覺 晚上那一刻 他說是在讀書 但又不是小時候只有幾歲 那種 十多歲的狀態 有一次是在睡覺 然後他就看出 濛濛濛之間 他就睜開了眼睛 剛巧他就看出氣槍那邊 他就看見對面的神桌 又是紅色燈 他看到那個神像 相當之奇怪 整個是黑色的 但是他就看見對面的神像 好像是放光的 明明都是黑色的神桌 只是在神桌上紅色燈 你不會看得很清楚的神像 但他就很清楚看到 那個神像對眼是發光的 他就好像有彈燈的射出來 那樣 他就已經是覺得很 即是立刻另歪面成這樣 但是之後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 他最糟糕的是 他感覺到 那個視線是一直 用著他的後尾枕是沒有放過的 即使他轉身之後都好 不斷看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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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很害怕 結果他就頂 即是大被過頭 抖著 震到天亮 他才夠膽快一睡 剛才說他走過 會特意去看那個 旁邊的門口 真的裝進去那個神桌 他看到那個神像 日後看到的時候 那個神像是白色觀音像 就是這樣 不斷看著他 不斷看著他 為甚麼晚上變黑色 就是不知為甚麼 看錯 師兄 但是他又說 沒有可能是白色 有神桌燈照著 你會知道他是白色 即是會變成紅色 但他說不是黑色 現在對眼是射光出來的 剛剛高雲說 小朋友跑步 只有腳步聲 沒有其他 那些蠟雜聲 有這樣的事情 我上個禮拜 不是在這裡去廁所 我都很急步地回來 話說 在工廠大廈的公廁 阿尿 急療去阿尿 那個格局是怎樣 進入了工廠大廈的藍廁 一進去就是對正三格尿兜 很窄的 三個男人是平排不到的 不臨定排 雖然三個尿兜 但應該是兩個男人的距離 同時是同時服不了三個男人 然後左邊就是牆 右邊就是一排可能有五格的刺隔 然後刺隔也是很窄的 我就急療的 所以就馬上衝進去 一趟湯兜 便馬上去 appro 然後 趕快就在那一個環境裡 你沒什麼事要做 恐嚇就是等那些湯都然後 然後 我就聽到我旁邊的刺隔 即是最近我的刺隔 那些聲音是什麼呢 就是剛剛高人形容那種有點難以理解的聲音 雖然我聽到聲音 但我感覺到那個動作是什麼呢 就是有人在動在刺隔裏面 而沒有腳步聲 它是站住在那裡 只是動什麼呢 就是動手或者動到身體 那我聽到一些衣服的磨擦的聲音 或者是一點動作就是靠衣服的聲音 那我聽到好像有人 這樣就很便宜 然後我就很自然抬頭看一看 自然是看不到東西 因為刺隔 我抬頭一看 我看見有一把傘蓋著刺隔頂 好像有人在刺隔裏面開了傘 但那傘蓋是完全闊過刺隔 刺隔的高度就不是碰天花板的 那棟門或者牆就是漏空 那我就看見有一把傘蓋著刺隔 我還在刺隔 那我又聽到那些聲音 我就立即很不其然 不其然自己想 好像那些長輩說過室內開傘 不吉利不老禮 那一刻我就突然無管凍了一下 噗嚇你 很害怕 我就快點刺隔了 噗嚇到什麼程度 噗嚇一半是 其實整個過程是很短時間的 進去站在那裡噗嚇 然後就聽到有聲音 看到就有把傘 那就很想快點噗嚇 時間很長 但是噗嚇不停 噗嚇這麼久 噗嚇 然後耳朵又不其然留意 究竟那個刺隔是不是真的有人 因為是好奇 有沒有聽錯 就一直在聽 是怎樣呢 好像還有那些聲音 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有人在裡面 令我產生了一個好奇 就是我想了解好奇 其實裡面有沒有人 因為一知道有人就不害怕 要自己嚇自己 那拖勉完要怎樣 就要去洗手 而洗手的磁盤就是要經過那些刺隔 因為在刺隔對面 是的 自然要經過我旁邊那一間 那內心糾纏著 看不看好呢 看不看好呢 我就保持直看 沒有特意去看刺隔 但是眼尾都看得到它 裡面是怎樣的 我看到它的門是掩埋了 噗嚇 沒有關掉 漏了一條縫 那條縫大概是 10cm 一隻手臂的闊度 其實一隻手臂的闊度 其實不多 就是一隻手臂的闊度 然後我看到裡面是怎樣的呢 那個環境 一隻手臂的那個視界 看到的就是 它是放了一些雜物在裡面 即是那些廁所把 洗潔 廁所頭 就這樣拿一下眼 因為還要眼尾 就是看到好像放雜物而已 然後就馬上去洗手 即是男人洗手 那個原料洗手的那個叫二絲二絲 我就是做那樣東西了 大家知道什麼叫二絲二絲 洗手 那一刻馬上說 擺雜物沒有理由有人可以站到裡面 馬上說 意思是原始的 衝走 然後跑回室裡 然後呢 跑回來 一路就把褲子扣皮帶 就看到高仁在辦公室走出來 然後我就跟高仁說 你怎麼很恐怖 然後高仁說 什麼事 我再看一看自己的褲子 原來還沒穿好皮帶 還沒拉好拉鏈 即是那種害怕的急躁 那為什麼會這麼害怕呢 這個藍刺是我要走上一層 再下來一層 然後再走可能30步路 才到辦公室門口 證明我用超高速的時間 從廁所到辦公室門口 然後只是把褲子扣出來 最後我沒有去考究到 刺隔裡面究竟有沒有人 因為我都沒有意思 我覺得這件事 被我發現是沒有人那怎麼辦 會不會自己嚇自己 所以有這樣的經歷 沒有人是最恐怖 因為其實這個是一個真實故事 因為就在我們辦公室上面的公司 所以我們都會知道公司的間隔 而我第一次聽光哥這樣說的時候 他說聽到最近那間有射的時候 我已經心寒了 因為我很早知道那間沒有座廁 那間是放雜物的 你現在才在說 我應該是很亂 你裡面突然沒有棍動 那間是放滿了集穫的 那間一定是不能摸尿的 不是座廁的 謝謝你看看 很亂 那間那裡的集穫應該是被蓋過 而且那裡有集穫 你也不會特意選那間去 就算它有座廁 你也不會在那裡放 它應該會有座廁的設定 但是上面的雜物和洗潔 用來製作的 全滿了 還有那個廁所是有聽過有導遊上去拍針的 我簡直是見過伯兵的 不過他都很恐怖的 你在柯緊尿 然後旁邊見到有一個人是蹲在那裏 但向著廁所 都很恐怖的 你在那裏撻火機的聲音 但他也是關門的 關門的 吸毒也不想被人見到 他也算是進入的 但你感覺到旁邊有人在那裏撻冰 我聽到可能 因為上個星期你跟我說 可能有些導遊在那裏吃東西 那我那一刻就覺得 但是導遊不應該在那一格 那一格是沒有理由的 導遊不在那一格 你意思嗎 最遠那一格 最遠那些位置 不會那麼近 那一格如果是放了一些親戚肉品 那些姐姐的親戚人員會來 那你導遊也不在那裏撻冰 那裏根本沒有位置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那裏撻冰 那裏是很充滿的 即是他半虛染你看到很充滿的 可能到處在那裏撻冰箱袋 沒事的 你真是嚇人死的 我們現在立即上去求證 是Live 一推門真的雜物滿滿 站不到人 嚇人到珠希 是應該站不到人 我聽到什麼 不知道你 我也想知道 然後你跟我說有導遊 我就直接以為在那一格有導遊 那我就立即安心 我說是人來的 沒有安心 不是人來的 就是這樣 今集來到這裏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